在今天白天 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全台湾温度偏高 但是到了明天晚上呢 今年梅雨季的第一道梅雨封面要接近了 来看看这未来一个礼拜你要注意什么了 先来注意到今天的高温 因为在西南风之下 今天的台东的大午因为焚风的效应 使得在大午地区中午的高温36.6度 而台北市呢是因为盆地效应的关系 所以中午的高温35.4 而到了明天呢 明天一样是一个高温而炎热的天气 我后真雨呢 山区部分会开始增多 但是你要准备什么呢 要准备要疏通水沟了 因为我们在前些时候因为干旱的关系 久旱而不雨 使得许多像中南部地区的水沟呢 其实都已经干了许久 但是许多的垃圾也都在那水沟里面 建议您礼拜三要疏通水沟 因为到了周四 礼拜二疏通水沟 礼拜三以后呢 美雨封面的影响之下呢 正雨状况来说开始会偏多 但雨不是一整天下不停哦 而是有时候对流云层进来 就会造成局部地区的雨势 会比较明显 从周三到周六要被雨拒 另外呢雨区行车注意安全 明天晚上美雨封面要接近了 我们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先看到七号台风 现在呢往北加速移动之后会转东北 对日本也没有影响 再来看北方 可以看到从日本延伸到这江南地区的 这一道封面云带呢 在今天的时候呢 因为封面前吹着强盛西南风关系 所以全台湾西南风影响之下 东半部地区的台东有焚风 另外呢台湾上空其实还是在高压场的范围 所以呢在高压场的范围之下呢 使得我们的午后争雨也偏少 明天这道封面会接近到华南 接着呢封面在明天晚上开始要接近了 礼拜三以后开始 你要注意哦 注意什么呢 注意从这广东福建沿海 一直到香港南方的南海这里呢 有对流云层发展起来说 接近台湾就会容易造成一些局部性 比较大的争雨发生 时间点不仅限于下午 有时候在晚上或清晨 也都有可能 从周三到周六要注意 来看看小丁明了 提醒你特别注意是明天白天 封面还没到 高温而炎热 户外活动多喝水 还有白天外出活动 防晒工作不能少